各位漫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先跟大家說一聲 因為跑迷今天晚上 聖誕快樂 要過了聖誕節日 才跟大家見面 不過個人心水片 都是會出的 昨晚雷文都說 跟聖誕老人晚上睡覺 敲聖誕老人的門 跟他開個會 今天出了 四條心水片 菜果是正路 四條都有錢收 中條三重彩 兩條Q一條維治Q 在雷文事前Live 就說25場Q 維治Q過關都得了 不過剛剛給好運寶寶 上次 因為他被人阻礙了 計不到他菊草的實力 Q過關就過不了 維治Q Q射位置Q 就OK 希望各位馬迷 起碼可以買些 聖誕禮物吃 先跟大家說 今晚的賽事 重點 12月23日 因為雷文已經趕著下班 有幾場 有賽後報告 在後面那幾場 分開兩節 希望各位馬迷 除了一些影片 尤其是賽後重點報告 支持這個節目 可以聽久一點 廣告可以按進去了解一下 鍵進去讓他播放一陣 聽久一點 都是對這個節目 雷文實質支持 可以曲線支持 多謝各位 聖誕快樂 先講第一場 那隻時尚傳奇 活力爆發 向前看 一出來的時候 就在精彩飛動 靚子驚之間迫 當時精彩飛動 向內斜跑 騎斯已經阻止 但是靚子驚 仍然要急速向內跑 廢王巨星 明得之聲西夏之王 爪王烈焰馬群後面撤進去 爪王烈焰出閘就笨了 時尚傳奇 在一段陶情 就在精彩飛帆後面的扎位跑 去到千三米 仍然興那隻馬 裡面跑 右秀慢 小組譴責莫雷拉哥哥 你今天夠了威 莫雷拉是不是 告誡他 要給裡面的馬 有足夠的空間 保持一下社交距離 當時上傳奇收慢 向內移入到那隻 精彩飛動 不是 那隻這樣的 在精彩飛動之後的明得之聲 又要立備向外跑 再移出馬腳後蹄 以免令到西夏之王受迫 去到一百五十米 正在移動的很有長勝 向前看 在靚子晶之間立備 當時向前看 吹策稍微向內斜跑 靚子晶要向外 避開活力爆發的後體 這就是活力爆發今天跟著什麼位 上次是怎麼跑的 活力爆發 吹策邪跑 小組譴責楊明 潘明輝 告解他們 要比這次要跑得更加值 測試一下有沒有喝醉 小組提醒 爪王烈焰的蘇明倫 禁止對座騎 馬安前面用邊的要求 大家抹下這些馬 很多時候這些馬 打邊去前面 沒有多少場之後 又跑出來 被人查詢 這隻最開心 上季曾經 雷文一注夾中這隻馬 就是說這隻馬 不知道在跑什麼 今天呢 哎呀 他又報回了650 又鏟進來了 這些什麼叫做 穩食馬 他最開心 查潘頓的騎法 尤其他沒有在賽事 較後階段開邊的原因 即是他沒有在賽事後面開邊 現在才來查潘頓嗎 經常都是這樣的 潘頓大哥就說 乾老爸聽聽 他轉彎用邊打坐騎的肩部 令他以勁勢衝刺 直路組段有意移到活力爆發的外面 但是活力爆發吹差向外斜跑 他就在那隻活力爆發裡面持續推進 繼而在最後200米後 坐騎繞過精彩飛頓的後體 就向外篩出去 他就說 他其後全力吹刺坐騎 乾老爸你聽不聽到 是潘頓說的 不是我說的 我哪有這麼好福氣 素杜用邊打這隻最開心的肩部 但是坐騎傾向稍微向外斜跑 由於他認為坐騎已經鑽其所能 所以就用這個方式 給碼過終點就算了 而不開邊 好像很合理 因為他認為開邊 或者會令坐騎向外斜跑 和減低勝算 他認為如果開邊坐騎 有可能會向外斜跑 那有沒有可能不向外斜跑 或者會減低勝算 那有沒有可能打下去 更加增加勝算 你說有可能 這邊又有可能 那邊又有可能 有可能輸 有可能贏 有可能增加勝算 有可能減低勝算 有可能向外斜跑 有可能跑直線 各種都可以可能的 買了你就要打給這麼多人看 可能 那隻活力爆發 上次走光了 今天潘明輝又有些事情 跟馬會表示一下 馬會很容易收貨 上次是個彎才騎 今天已經心急了 今天不如再急些 再擺前些 活力爆發 早段傾向搶口 所以 末段不能夠以勁勢衝刺 潘明輝說 獸醫檢查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那些明德之聲 爪王烈焰 甚至乎 今天你要對著 那些三班下來的馬 和一隻叫做最開心 其實這隻馬 怎樣是五班馬呢 上季那場 蘇兆輝 跑去馬屁有後面 跑的下場 換了潘頓 贏一條街回來 跟著長長都不太行 跑回一塊 活谷1650就可以了 他就這樣說 現在他沒有開邊 輸了個臂 潘頓答莫雷拉 聖誕快樂 明德之聲 爪王烈焰 撿著這些檔位 又要遇到這些對手 是比較難跑 今天那隻靚子驚 都快一點 都可以跑回第六 至於其他後面那些馬 那隻西夏之王 都是輸三四個馬位 看看什麼時候遇到一些 又沒有那麼準的馬 即是明德之聲 爪王烈焰 又沒有三班加韻食馬 即是精彩飛動 最開心 加州明進 靚子驚這些 可能有機會輪到他 說到第二場 專一出閘就慢了 那條Q就這樣 就沒有了 因為他跟那隻好運寶寶 現在回來 都不夠半個馬位 那條Q就湯了 今場的四重彩 又被文家良 連續兩天剁了四重彩 他今天又到好有無敵 繼襄南旗 那隻叫做中覆者之後 文家良又一力作 好有無敵 在外面出閘的甲苑 就在馬群後面設入 首次跑到終點 赤馬洪峰收慢 就給那隻好有無敵過頭 一段屠程搶口 今天奇珍首次跑到終點 沒有遮擋走外諜 走到500米 專一在1400米 就在威力爆發裡面 又緊迫的時候 又捱到條欄 沒有了條Q都相當之不值 當時威力爆發 就在西利哥裡面緊迫跑 而西利哥就靠著奇珍後提 困境稍微向內斜跑 今天蔡若漢就贏馬 但那隻西利哥為什麼會定住來跑呢 真的想不太明白 補足算是快的 因為那隻好運寶寶快 但也沒有理由在那些位置掛 也沒有理由 總之他就是這樣跑 同樣在1400米 甲苑一度在巴基之友裡面緊迫 又受了 當時巴基之友在快活一番裡面緊迫 巴基之友向外移出 舒緩對甲苑的緊迫 觸碰到快活一番後面 沒有了平衡 賽後 見習騎士周俊落 報告 他遵循指示 對巴基之友放在前面 但坐騎就展現不到前速 其實這場的步速真的快 頭三段1分15 放不到也不太怪他 但那隻西利哥比較特別一點 也不可以說特別的 也有得解釋 真的快 你說他不夠快 你吹他不像 周俊落就說 他就被坐騎在馬群後面切進去 避免沒有遮擋 就走了外諜 他說坐騎 因而被賽前的部署擺得較後 平時我聽到這些解釋 很多時候我都覺得不太服 因為我看過時間 根本就不是這麼快 你擺不到 但這一場 他這樣說 我不可以說服還是不服 沒有那麼多意見 因為時間寫出來 沒有騙人 真的那麼快 他上次慢一點 放到 今天快了 放不到前面 那也是有一點點理由 但那一次那隻 這樣的西利哥 在三班輕綁 是可以在1分15秒多 今天1分15秒 用時間去印證最好的 不用聽別人說 看著標 標不會有空跳快一點 跳慢一點 那就最公道 讓人查詢一下巴道 好嗎 這隻信心滿滿 早段要積極 對這隻信心滿滿 那你上次怎麼贏 是不是留住定住跑 唉 巴道說要受到命令 不關他事 是呂建威的問題 積極 趨拆信心滿滿 放在前面 希望找到遮擋 那應該是有助這隻信心滿滿 去爭勝的 那他說 坐騎在13米 在沒有遮擋之下 就在很有無敵的外面 其後又搶口 又穩定不到走勢 希望找遮擋 那你又是做不到 那上次贏 定住跑在五班 上來四班 你打算放在前面 和人搶 唉 究竟是合不合理 你覺得 好似上了四班 更容易跑 唉 你們追我不到 又不會快步速 那他說 坐騎在中段 又繼續搶口 不能夠放鬆來跑 因而末段 不能夠更勢衝刺 表現是令人失望的 那他死不斷氣又說 不巴道 他現在賽後 建議 考慮給這隻馬 縮情各族 對 定住跑 贏馬 那麼 上班 揹輕過榜 擺前跑 輸了 現在就叫他再縮情 我真的有時候 被這些解釋 搞到都不會說了 他說賽事的步速快 應該更加適合這隻信心滿滿的 上次為什麼會定住又贏了呢 就是不適合的 那場頭馬就賦回來了 駱菲 九倍打到駱菲 是不是賦得手的 唉 沒有明顯異常之處 獸醫檢查信心滿滿 檢查巴道 然後問呂建威 為什麼會給這些賊騎指示好過 五班定住一擠就過 落重飛 上了一班 對手完全不同了 還要擺前面 扯快步速不定後一點 你說賽前收到指示 擺前一點 那你感覺到那個步速的嘛 你感覺到那個步速 是不是可以撐回去跑啊 唉 搶口 小組也是那句 勝出的信心滿滿 上一劑 虎鹿那劑 不知道為什麼贏了 但是不懂那些人 落飛 九倍打到六倍定住跑那劑 贏了之後呢 說這一次是熱滿 小組難以接受 試襲合格 才檢驗再次出賽 基本上關這隻馬什麼事呢 你為什麼要叫信心滿滿去試襲呢 現在的問題是指示 以及騎士在陣上的報速問題嘛 你走去問那隻馬 叫那隻馬去試襲啊 就是什麼邏輯啊 就是 有時候不是雷文說什麼啦 你說我只是靠感覺 真的很多人靠感覺說的 我是看著那個時間說 看著你上班對著那些對手不同了 你之前你放 就是你 定住來跑一擠就過的 你上班在快步速 就算你一開始打算沒有馬走的 我走啦 走前一點點啦 但是你是專業騎士來的嘛 是不是呀 不是雙魚河那裏 租一隻馬出來玩那些來的嘛 你感覺到那個步速快了 你就會定回去的嘛 不只是我要求你這樣做 是其他騎士都懂得這樣做的嘛 那你這樣輸了 輸了都沒所謂啦 是不是呀 跑馬有贏有輸的啦 不是說輸了就賴 輸了都沒什麼所謂的 輸就輸咯 是不是呀 閉在就是你那些解釋很奇怪 你那些解釋那麼奇怪 馬會聽完 根本一聽完 很明顯就是 拆騎指示和騎士發揮的問題來的啦 那都沒有問題的 你接受就行咯 但是你接受完之後 你叫信心滿滿去試襲合格 關一隻馬什麼事啊 根本都不關一隻馬的事 唉 說到第三場了 獸醫報告 正本洪森 爭脫工作人員牽引 迅速捉返 認為他適合跑的 你莫女拉騎 是熱門來的嘛 是不是呀 不騎就少抽多少水 那就跑個緊頸四回來咯 雪戰神區出閘晚 洪保金堅 笨 修慢 馬群撤入 觀世界 和神光勇士出閘 不久 修慢 在馬群撤入 正本洪森約出 向外跑 和全眾撞為一堆勒 其後又向內邪跑 和晉神互相撞 跑到一段短途程 全眾向外邪跑 和東方繁華互相大力撞 當時東方繁華先和比昭互相撞 然後失去平衡 繼而去到1100米 東方繁華在比昭和全眾之間進一步 擠迫的時候 就掉了鼻 這隻馬今天有多少意外 當時全眾還要走那麼多疊 在那邊那個位 今天在這條跑道 在那個位追上來有多少隻可以 當時全眾向外邪跑 避開正本洪森的後題 紅寶金堅去到1000米的時候 在一段途程走勢欠順 在直路上走勢欠順 去到900米 比昭向內移入正本洪森之後 取得遮擋之際 昂手搶口 直路早段 晉神在老實人後面內閃 跑到150米 晉神持續內閃 又不願意移到正本洪森的外面 受醫檢查傳中 沒有明顯異常 幸好今天就不用放那麼快 46秒7 那就能捱到 有時候我聽到很多人 說馬的報速 放回來又放不到 很失望 其實為什麼要失望 看一看錶 那錶都沒有騙你 上次放什麼時間 今天又放什麼時間 上次有沒有被人最前幾場 在泥地放什麼時間 今天沒有什麼馬 被他燒 被他兩隻馬走回來 一二三四 全部放在前面那些 就回來了 管德甸跑第一 就二二一 好幸運 跑第二 就一一二 老實人跑第三 就三三三 正本洪森 又不知什麼 捉回之後 走位就是四四四 就算跑第六 那隻晉神 都五五六 根本名次都沒有改變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只有雪戰神區在追 那就是步速慢 前面都沒有用力 回到來維持走勢 後面那些又不是特別追得勁的馬 東方凡華又放下 又放下 又放下 又放下大外檔 那就別管他 就是 有時候 聽到那些計步速 就是 大家 雷文都經常計 經常看步速 一場馬的水準低 還是不低 你只是看總時間 哎呀 這場馬的時間 很慢 很低 慢 後面追得好的那些 就是好的了 唉 就是看了這麼多 一年看幾百場賽事 一年看幾百場 看了幾十年 唉 都不明白那些人 為什麼看到現在 都還在說一些 誤導性的說話 不是說什麼 一年看幾百場 步速 是不是 十年看了幾千場 不多不少 都看到少少危機出來 原來這樣的馬是追得好的 這樣的馬是賺了的 沒有 當然不是像像een 講也這樣個 都是這麼忙 你也看到一些 你 跑了龍兩場馬 只看總時間 總時間 可可能前面的馬沒有用力 又沒刺開 peers 譬如幾隻馬 都是 passed transfer 押押押押押 總時間的速度可以 就算是很快 但是呢 其實根本.- 前面是沒有用力的 有時候前面不斷在搶 搶到馬都散了回來 總時間不快又不慢 但是那些馬可能前面用了很多力 很有競爭性回來 散了 其實馬會為什麼 全世界各地都打分段時間出來呢? 如果分段時間是毫無參考價值的 打個總時間給你們看 打個分段時間有什麼位置呢? 是不是馬會打個分段時間 全世界的跑馬場打分段時間 是不是毫無意義的呢? 只是看個總時間就可以的呢? 我相信各位馬迷 都明白究竟分段時間 為什麼全世界的馬場都會打分段時間 就不只是打個總時間 當然是有用的 有時候雷文拼咪 聽到那些練馬斯說 姚本輝 有些練馬斯說得很仔細 這隻馬今天贏了 因為早段放了什麼時間 什麼時間 沒什麼時間 沒什麼用力 回來熬得到 那就贏了 跑得這樣 上次那場馬這樣 步速回到來 其實水準不是很高 就是 連馬斯都會這樣說 馬會有打分段時間出來 其實可以看一看練馬斯專業的角度 聽聽有沒有道理 不是他講得對的 去分辨一下 究竟他講得有沒有道理 然後自己去吸收一下 是不是 有些收人工講馬那些 真的行到不行的 我覺得 去到第四場 我自己在雷文這個平台 有很多馬迷朋友 真的很想去研究賽馬 但是現在 有一些資訊 我相信再看五年十年 你都不細心去研究 你根本是看不到什麼出來的 希望各位捧這文場的朋友 或者真心想研究賽馬 不要聽這文說 聽那些練馬斯打咪的時候 好像姚本輝 應家拍怎樣分析一場賽事 什麼馬怎樣跑 哪些馬會賺了形勢 你不要聽這文說 聽他們那些專業人士說 然後我相信 你一定比聽市場上很多人說 應家拍、姚本輝 這些練馬斯說話很狠 很真實 常勝心 出雜物一雙腳並舉 漏了雜物 沒得頂 今天沒有飛的 只有那次輸給過河競竹 和過河競竹一齊回來 那次很勁飛 上次又沒有 今天又沒有 怪獸廚神 起步向內跑 和隨我來互相撞 神州風範和海精英在外面馬群後面撤入 童友友出雜笨 起步失地 力冊佔在前面 童友友跑了一段短曹程 一度在開心好友裏面擠迫 當時開心好友向內斜跑 跑來九百米 童友友在道 在開心好友後題裏面的閘位跑 當時開心好友稍微向內跑 在一段途程上 正在收慢的童友友 童友友仍然在開心好友的後題裏面緊迫 困境昂首 當時開心好友稍微向內斜跑 今天小組告解蘇明倫 儘管和友友的走勢 就加劇了這件事的嚴重性 但由於歡樂好友在開心好友外面緊迫 令到他在七百米無法舒緩 緊迫 但無論如何 在這個情況下 要給其他馬有足夠的童跑空間 怪獸廚神上次走外諜 今天再走一次外諜 這個廚師先鬥一下爐 八百米沒有遮擋 走外諜 神舟風範在六百米收慢 又要避開崩達之聲 然後向外斜跑 跟常勝心撞 神舟風範跟常勝心相相失去平衡 雷文覺得神舟風範 飛不太對路 但國能哥哥不騎 常勝心就騎了這隻 呂建威連場不停下飛 雷文買孖寶射這隻神舟風範 上一場那隻WIN射下來 35倍跑過緊頸四輸 一個多馬位 哎呀跑馬不計線路 常勝心啊 國能騎多少次啊 今天有沒有飛啊 為什麼沒有飛啊 看看神舟風範為什麼跑到這麼近 突然間加個配備 崩達之聲轉直路 跟同友友互相撞 失落平衡 向內斜跑 挖倒欄桿 因而失地 海精英走斷走勢自亂 內閃難以穩定計 而推進到同友友後面 最後五十米沒有避力七 去到三百米 怪獸廚神 開心好友後題外面困境 當時開心好友向外斜跑 去到二百米 崩達之聲受阻 當時同友有內跑 海精英在七十五米處 推進到靠著同友有後題跑 跟著就沒得思維了 去到五十米 歡樂好友一度收慢 當時開心好友 趨拆向內跑 小組告解蘇明倫 你要跑直線啊蘇明倫 這場馬 其實步速不是很快 炮子頭仍然能頂得到 旅遊牙督守住的位置都在 其實顯得神舟風範 都追得挺厲害的 因為這場不太快 其實一場馬 一個總時間跑出來 總時間很慢 但是可能有一隻馬 在一些不可能的位置追上來 那你是不是覺得那場馬 就是一場水準很低的賽事 完全不值得研究的呢 或者有些馬 放過總時間回來 全部散散 然後後面不斷散散 但是前面放得很快 斷了兩三個馬位 是不是那些馬 就完全沒有跟進價值呢 因為水準很低呢 我相信這個課題 喜歡研究賽馬的朋友 就可以去了解一下